你知道闪铃的灵感来源吗? 第一名的酒店居然和太太尼克号沉船有关 深入奇异之际追踪未知之谜 欢迎诸位探险家们回到奇异追踪 我是您的探秘向导KK 本期我们将踏上一段揭开隐藏在阴影中的秘密之旅 探索世界上十大最恐怖的酒店 准备好了吗? 第十名 彩云阁 位于马来西亚云顶高原的彩云阁 尽管环境幽静 景色迷人 却因其恐怖传说而广为人知 酒店建于1990年代 原本应是一处热闹的度假胜地 但由于附近主题公园的荒废和酒店开发商的破产 它变得格外阴森 红色藻类犹如残存的血字覆盖在的外墙 停车场内满是破损的汽车 这使得酒店的外观更加诡异 酒店内的恐怖故事吸引了众多探险者和灵异爱好者 许多人声称在这里看到了奇怪女人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滴隐 在酒店的十三层有间被诅咒的房间 门口还贴着神秘的符文 一位前往探险记者的经历更是让人心惊 她独自在云顶宫殿过夜 房间内的床单和镜子上都沾有斑斑屋渍 不过整夜去平静无声 静得让人窒息 尽管酒店如今已经翻新 但那些流传在网上的传言和灵异故事 仍旧持续吸引着好奇和寻求刺激的游客 这里不仅因为恐怖传说而广为人知 还曾是电影《怨灵2》的拍摄地 如今 这个昔日繁华的度假圣地 已变成了一个诉说着无尽恐怖故事的幽静之地 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引人注目的黑暗旅游地点之一 第九名西斯曼酒店 西斯曼酒店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 是美国最闹鬼的酒店之一 这家酒店闻名于灵体的频繁出没 奇超自然事件似乎比一般酒店更为频发 据说灵体不仅偶尔现身 而且还会与客人同床 用床单将他们裹住 并在阴暗的角落里凶狠地盯着他们 特别是三结尾的一排房间 如703 803 和1003号房 被认为是特别闹鬼的地方 有传言说 曾有一位客人从这排房间的窗户跳下或坠落 尽管这个说法未得到证实 据通灵者所说鬼魂是友好的 但这样的解释对于那些认为 有入侵者进入他们房间的客人来说 恐怕并不能带来多少安慰 客人经常感觉有人爬上了床边 有人醒来时发现有人站在床尾 另有人看到一个男人从衣柜里跑出 但保安检查后 被发现有人进入过的迹象 同时 酒店内的摄像机捕捉到奇怪的阴影 客人回房间时发现物品被移动 但警察后发现并无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在这些房间中活动的记录 有哪位探险家敢在这独自住上一晚的吗 第八名 谢尔伯恩酒店 谢尔伯恩酒店位于都柏林市中心 是爱尔兰首都最受欢迎的五星级度假圣地之一 尤其受到美国游客的青睐 然而酒店里有一个特殊的房间 只有最勇敢的游客才敢入住 这个房间长期与灵异活动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与一位小女孩的鬼魂有关 在爱尔兰广播电视台RT的一部纪录片中 酒店管理层承认 从有几次受惊的客人尖叫着从那个房间里跑出来 纪录片制作人发现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 每周都有两到三位酒店客人报告诡异事件 包括水槽 浴缸水龙头和淋浴器自行打开等奇怪现象 据传 这个酒店房间的鬼魂是玛丽马斯特斯 一位在1791年因祸乱去世的七岁女孩 几年前 这家知名酒店曾在美国成为头条新闻 当时好莱坞女演员莉莉·科林斯告诉数百万电视观众 她相信自己在这家酒店入住期间被同一个幽灵所困扰 快跟上脚步 下一站的酒店 与一个传说中的航海历险有关 第七名台北大凯越酒店 台北大凯越酒店是一家世界级的五星级酒店 位于台湾台北市的繁华信义区 近临台北101 酒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卓越的服务质量而备受游客青睐 然而 这家酒店已有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 吸引着寻求刺激的游客 台北大凯越酒店自1990年运营至今已有30多年 悠久的历史和一系列诡异传说 使其成为台北市知名的闹鬼酒店 许多旅客分享了他们在入住期间遭遇的灵异事件 包括听到奇怪的声音 看到未插电的电视机自行开启并显示鬼脸等现象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关于韩国女演员金贤正的经历 他在入住大凯越酒店期间 电视突然自动开启 屏幕上出现一个恐怖的头颅 当他试图逃跑时 却发现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按住 无法动弹 最终他在深夜惊恐地离开了酒店 第六名 罗素酒店 罗素酒店位于悉尼岩石区的心脏地带 实践于1887年 而其地下竟是澳大利亚首座综合医院 罪犯医院的遗址 建于1788年 这里不仅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治疗与离别 也承载了悉尼的沧桑历史 酒店曾是航海者的临时住所 甚至一度传为非官方的妓院 但更为神秘的是 这里曾发生的多起谋杀案 包括水手被妓女杀害 以及高级警官亨利·穆罗的离奇死亡 都为酒店增添了浓厚的恐怖色彩 其中 酒店的八号房间尤为引人注目 作为那名水手被杀之地 她的灵魂被传至今仍在此游荡 时常在深夜惊吓到入住的女性客人 除此之外 20号和24号房间 以及酒店的楼下区域 也都传说有鬼魂出没 这些鬼魂常被人看成是水手 护士或女佣等 身着当时的服饰 四处游荡 罗宿酒店不仅是住宿之地 更是悉尼历史的见证 她与悉尼海港大桥紧之池之遥 站在酒店的屋顶露台 便能一览悉尼港的壮丽景色 对于寻求刺激和探秘的游客而言 这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第五名 新月酒店 在阿肯色州 楼里卡的群山之中 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 那便是历史悠久的新月酒店 这座酒店 以其维多利亚式的古典建筑和宏伟的外观 吸引着无数游客 然而 新月酒店并非仅仅是一处历史悠久的旅游圣地 它更因为一段阴暗的历史而闻名 20世纪30年代 新月酒店被改造成为贝克癌症医院 自称发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 然而事实上 该医院的治疗方法不仅无效 而且极度危险 贝克医院的运营者诺曼·贝克最终因诈骗被捕 而那段时期的病患和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 让新月酒店的每一村土地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据专家研究该酒店坐落在以石灰石为主的新月山上 石灰石被认为具有吸收和释放电磁和心灵能量的特殊能力 因此这可能是酒店客人经常遇到超自然活动的原因之一 第四名 女王玛丽浩 女王玛丽浩 这艘昔日的豪华邮轮 如今永久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 转身成为了一家历史酒店和观光圣地 这艘船的建筑风格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奢华与优雅 其巨大的船体和复古的装饰 诉说着过往的辉煌 然而 这艘船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其历史 而是那些围绕着她的灵异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女王玛丽浩曾作为运兵船被称为灰色幽灵 1942年 她与另一艘船相撞 导致多人丧生 自那时起 说起女王玛丽浩 人们便会想到船上的鬼魂和不解之谜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是关于毕甲版的游泳池 尽管池子早已不再使用 但据说仍有两位幽灵女孩在此玩耍 她们的笑声和水花声 时常在空无一人的泳池回荡 接着我们将深入一个更加神秘的地点 她居然和太太尼克号沉船 有着惊人的联系 第三名 班夫温泉酒店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班夫国家公园内 藏着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建筑 班夫温泉酒店 这座酒店历史悠久 以其苏格兰男爵风格闻名 高耸的塔楼和尖顶在山顶的映衬下 宛如童话中的城堡 酒店内流传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新娘的幽灵 据说一位年轻新娘在婚礼当天不幸遭遇意外 在酒店的大理石楼梯上滑倒 之后裙摆被蜡烛点燃 自那以后 她的灵魂似乎被困在这座酒店里 时常在夜幕降临后现身 她身着婚纱 面带面纱 独自在舞池中起舞 舞步轻盈却流露出无尽的哀伤 班夫温泉酒店因此成为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恐怖气息的地方 每到夜晚降临 灯光逐渐暗淡 酒店仿佛笼罩着一股不祥的气息 尽管许多游客和鬼故事爱好者试图探寻这里的故事和秘密 但大多数人都只能带着惊恐和疑问离开 这座酒店成为一个让人极害怕又向往的地方 尽管许多人试图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似乎永远不会被完全揭示出来 而那位新娘的幽灵将永远在班夫温泉酒店中徘徊 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团 第二名 斯坦利酒店 坐落在科罗拉多州风景如画的洛基山脉中 斯坦利酒店以其迷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和恢宏的外观著称 这座史建于1909年的酒店 不仅以其优雅的白色立面和宏伟的柱廊吸引着游客 更因其作为史蒂芬金的小说《闪灵灵感》来源的而闻名 在斯坦利酒店的众多恐怖故事中 最引人忠目的是关于酒店本身的灵异现象 许多客人和员工称 夜晚在酒店的走廊和房间里经常能听到神秘的声音和看到诡异的身影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名叫弗雷迪的前员工 据说弗雷迪在退休后仍然留在酒店中 他的灵魂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在酒店中游荡 为客人提供服务就像他生前所做的一样 斯坦利酒店不仅是一座优雅的酒店 更是探秘者的乐园 夜幕降临时这里化身为故事的舞台 诉说着无尽的传说 探险家们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吧 第一名切尔西酒店 纽约市中心西二十三街的心脏地带 矗立着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建筑切尔西酒店 这里不仅有着维多利亚科特市与安妮女王室的建筑风格 还流传着许多引人入胜的传闻 走进酒店 走廊和楼梯间仿佛是艺术与文化的交汇点 这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关于一个名叫玛丽的太太尼克号幸存者 玛丽在灾难中失去了丈夫 之后她选择在切尔西酒店度过了余生 传说她的灵魂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经常在五楼的走廊上游荡 尤其钟爱在蜥蜴的拱门下徘徊 每当夜晚降临 人们甚至可以听到她的低语 感受到那份无尽的哀愁 除了玛丽的故事外 切尔西酒店还曾吸引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 作家和音乐家 他们在这里居住或举办活动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和创作故事 这些名人的入住经历和创作故事 为酒店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此外 切尔西酒店还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丰富的历史底蕴 她不仅见证了纽约市的艺术 文化和社交风貌的演变 还成为了艺术家们的灵感源泉和社交场所 下次当探险家来到纽约时 不妨来切尔西酒店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没准你也会遇到那个永远留在这里的玛丽 一起聆听她和切尔西酒店的故事呢 好了 感谢各位探险家们收看这一期的奇异追踪 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感兴趣 或是期待更多的探秘故事 别忘了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深入奇异之际追踪未知之谜 我是你的探秘向导KK 期待与您再次启程